玛丽皇后二号是一座海上的城市 它是2000年代最大最昂贵的远洋邮轮 它开创了海上巨轮的新时代 将船尾直立起来比爱菲尔铁塔还要高 它的引擎大到足以提供一座城市的用电 它能够横渡世界上最危险的海域 同时乘客可以在船上享受无可比拟的奢华 在那个远洋巨轮几乎消失的年代 它的建造让许多人大跌眼镜 2007年全球最大的远洋邮轮玛丽皇后二号 正停泊在南安普敦 准备每周前往纽约的横渡大西洋航程 在港口里只停靠11个小时 因为它在海上每小时就能赚到6万美元 所以得赶紧重新启程 它必须做到永不停息 在港口里除了装载数千名乘客和他们的行李 船员还必须搬运超过6天旅程的大量补给物资上船 其中就包括4000瓶葡萄酒 两吨马铃薯 三万个茶包 这艘巨轮无法附和所需的大量淡水 因而在轮船的内部建立了自己的海水淡化工厂 另外废水处理厂则将完全干净的生活用水排出船舱 这艘巨轮必须装载300万升的燃料 总价值超过100万美元 这些燃料足以让一辆小汽车往返月球70次 玛丽皇后二号准备横渡大西洋 从欧洲到美洲航行5000公里 这片海域曾经有往来如知的商业游轮 1950年代以前唯一横跃大西洋的方式就是搭载远洋游轮 这艘轮船所属的贯达公司拥有一些最棒的游轮 包括路西塔尼亚号、伊丽莎白女王号、毛利塔尼亚号 以及原本的玛丽皇后号而称霸海洋 然而在1958年远洋游轮夜受到致命遗击 第一架飞越大西洋的商业客机诞生了 这让旅行时间从5天缩短为15个小时 40年后 仍然航行与此航线的只剩下伊丽莎白女王二号 这艘轮船也逐渐露出老态 从此风光一时的贯达公司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 远洋游轮的黄金年代似乎已永远结束 没有人认为这种缓慢价高的旅行方式还有什么未来 但是有一位非常有眼光的亿万富翁 却做了一个改变行业的决定 米奇·艾瑞森拥有佛州的麦阿密热火篮球队 他也是全球最大的游轮公司嘉年华的董事长 加上电影泰坦尼克号的热映也唤起了人们对海洋的向往 于是米奇认为若能恢复以往热闹的跨大西洋航行 一定能够吸引大量的游客 就这样他买下濒临破产的贯达公司准备建造最大的远洋游轮 玛丽皇后二号的造价高达8亿美元 单单他的规模就将是当时航海工程史上最大的挑战之一 建成后将是史上最高最宽并且最长的客轮 此时米奇需要一名杰出的造船师来设计 资深造船工程师史蒂芬佩恩对远洋游轮充满热忱 设计玛丽皇后二号将是他生命中最艰难的任务 在两年期间他和团队必须画出惊人的8万张图稿 从烟囱的形状到推进器的位置 接着米奇必须找到有经验 巨大的空间并且有野心来建造这个伟大设计的造船工厂 于是法国的大西洋造船厂成为最佳选择 它有着3000多名造船工人 自1962年起 他们就一直在建造度假游轮 但是从未遇到过像玛丽皇后二号这样巨大的工程 所以很快二者达成协议 你见过安装有波音747飞机的那种燃气涡轮机的游轮吗 2002年1月16日 玛丽皇后二号的建造工程以30万块精准切割的钢板为开端 1500公里的焊接和超过1000万克锚钉 将组成泰坦尼克号三倍大的船身 他们计划在两年内建好这艘巨轮 这是非常紧凑的期限 进度每延迟一天 造船厂就会损失50万美元 2002年7月4日 第一个重要阶段达成 龙谷的安放仪式准时开始 龙谷中放入英法钱币各一枚以为轮船和乘客带来好运 接着施工团队开始焊接第一批钢板 一艘经典远洋邮轮开始出现雏形 建造这样一艘全球最大最奢华的邮轮费用惊人 它是电影泰坦尼克号拍摄成本的四倍 能不能收回成本取决于它的受欢迎程度 关键在于空间 这艘船搭载付费乘客的人数 必须要超越史上任何客轮 此外为了吸引乘坐客机的乘客 船上必须备其各式各样的娱乐设施 这样就带来一个难题 这艘船的最大尺寸受限于它将穿越的三个通道的宽度 其中高度不能超过纽约的维拉扎诺海峡桥 长度不能超过南安普敦附近的转向区 宽度不能超过巴拿马运河 同时轮船公司老板还要求半数以上的乘客 必须要有自己的阳台 尽管有这三个设计限制 为了制造足够的空间 设计师必须改变造船规则 他们试着以增加船身高度建造足够的舱房和阳台 但是这样让轮船变得很不稳定 在船上每增加一吨的重量 船下就必须增加两吨才能平衡 之前的伊丽莎白女王二号 已用铝坐上层甲板解决了该问题 铝板底钢板轻 但是这个办法已经行不通 三十年后 与会出现金属疲乏 所以到后期要经常维修 设计师必须要让玛丽皇后二号经得过时间的考验 最后他们决定建造一艘史上最长最宽的邮轮 以容纳足够多的乘客 巨大稳固的基座既能增加高度又能使用钢板结构 但是船梁必须比原计划宽 打破最初的基本规则 这个决定的代价很高 它将无法直接通过巴拿马运河 在特别的环绕世界之旅中 它将被迫改到绕行南美洲 航程达到一万五千公里 这艘船的每一个设计都在考验着设计团队 最根本的挑战之一就是如何产生足够的动力 引擎必须提供四千人需要的电力 必须提供电梯、灯光、空调、水疗设施和一切奢华享受所需的电力 不仅如此 邮轮横渡大西洋也需要极大的动力 为了达到六天旅程所需的速度 必须制造等同于为二十万诸户供电的能源 这差不多是南安普敦的人口数了 于是他们搞来了四座巨大的柴油引擎装在船腹身处 以稳固船身 引擎的尺寸让他们无法在船身造好后装进去 轮船必须围绕引擎而建 引擎活塞宽度近半米 容量是双层巴士引擎的八十倍 每个引擎有十六个活塞 马力全开时能制造一千七百万瓦特的电力 这让推进器系统的速度达到二十四节 这样就和其他大多数小一点的度假游轮一样快 但是他们的目标是超过其他游轮达到近三十节的速度 于是必须找到方法产生更多的动力 于是他们提出一套创新的想法 围轮船加上一对较小的燃气涡轮机 和波音747飞机上的一样 这样就能依据需求增加大量动力 比柴油引擎多百分之五十 但是燃气涡轮机需要大量的空气 以输送管将大量空气输送到引擎室里的涡轮机 会占据宝贵的空间 因此设计师决定将涡轮机安装在烟囱后面 这样就能完全接触外界空气 2002年10月装上柴油引擎后 船厂就开始围绕引擎建造船之其余部分 接下来还有不到14个月就要交船 于是他们选择了从未用在远洋邮轮上的技术 首先他们将整艘轮船分成98块 每一块单独建造 最后将这些重量达到600吨的巨型船段进行组合连接 每一块之间的距离只有几厘米 强力的液压拉回装置固定到位 然后将其焊接稳妥 这就像拼接巨型立体拼图 最后船身的形状开始呈现出来 它必须承受住大西洋海域凶猛的风狗浪袭击 1966年意大利远洋轮李开朗旗罗号 在前往纽约途中 遭遇21米巨浪袭击 巨浪撕裂邮轮的头等舱房 造成三名乘客死亡 另有50人受伤 50多年来 大西洋上的风狗浪平均高度已增加40% 于是玛丽皇后2号的设计师做了三个革命性的突破 增进坚固和稳定的超后船身 比普通的度假邮轮厚50% 形状及其特殊的船头 有保护式喇叭型让海浪转向 前甲板上有巨大的削波块作为最后一道防线 任何涌上甲板的海水都会被重新倒回海中 以免船侧被海浪冲破 设计师的破浪设计在图稿上和造船厂都令人印象深刻 但是这种设计必须通过重要的水槽测试 它必须在不减速的情况下抵抗最狂暴的大海 这里是荷兰全球最大的耐海性测试槽 测试槽长200米 宽45米 深5米 等于14个奥运泳池的大小 这里有自动海浪机模拟飓风气候 接着是模拟30节的航速穿过水面 但是起初的结果并不理想 当轮船向前时海水会在船手形成首波 进而造成阻力 许多现代客轮会运用球形手来对抗阻力 海水下降时两股水流会相互抵消 因而减少首波 但是即使有了球形手 它的速度仍然不够快 于是他们将球形手加长近2米 以球的最大效果 此时球形手变成12米 这彼此上的任何客轮都要长 至此终于达到目标船速 但是没有谁会愿意付出每间舱房3万美元的高价来体验运船 于是设计师必须找到更好的平衡解决办法 他们加了两对巨大的稳定翼 每一个表面积都超过15平方米 在平静的气候下为了降低阻力 稳定翼会收在船体内部 气候不好的时候 70吨的稳定翼能在30秒内延伸到船侧下方6米处 这种设计能减少90%的船身颠簸 让玛丽皇后2号比她的前辈们稳定两倍 接下来就是船只的精准操控性难题 传统游轮以轴来推进并以舵来行驶 这不仅占用宝贵的空间 操纵性也有限 于是他们设计了夹式推进器为航海推进技术带来重大突破 它能让轮船非常灵活地转弯 但是这种高科技机械从未被用在这么大的船上 它们将是未经检验的技术 四个巨型夹式推进器掉在船下如同巨大的船外马达 每一个的重量和满载的波音747飞机一样重 在此之前大部分邮轮都只安装两个夹式推进器 但是玛丽皇后2号却魄力地安装了四个 并且还是史上最大的推进器 后面的一对能360度旋转让船体朝着任何方向推进 因此这艘轮船也不需要船舵 在船的前方有三个巨大的手册推进器安装 在船身旋转门后 驾驶和手册推进器将合力让全球最大的远洋游轮 拥有当时史上无与伦比的操纵性 接下来它们在黑暗的掩护下避开全球媒体的目光 它们将玛丽皇后2号拖入船坞 接下来它迎来了内部安装阶段 短短的八个月内管线 水电工和工程师必须安装2500公里的电线 500公里的输送馆总管道和水管 9000的喇叭和8万个照明点 3000名安装工人给安装1300间舱房 俱乐部、舞厅、赌场和戏院 最大的海上图书馆 五座游泳池和一座篮球场 还有一间全尺寸的天文馆 装潢过程也不得出现任何差错 任何延迟都会让施工团队无法如期交货 一天的损失就高达50万美元 在交船期限前6个月的时候 改良的新夹式推进器也终于送达 夹式推进器被安装在船身底部 至此这艘巨轮就从一副钢壳变成真正的船 接下来必须安装最后一部分 那就是轮船的中枢神经舰桥 团队仔细地安装全球最先进的航海控制中心 船长将不用船舵开船 高科技的触控式电脑屏幕可以操作所有步骤 从精准调整夹式推进器的旋转到能显示轮船进去位置的卫星导航系统 内部装潢几乎完成后就是海上测试环节 2003年9月25日 这也是欢庆的时刻 玛丽皇后2号首次以本身动力驶离船雾 接下来的三天里分别做了40项测试 他们演练急速转弯 救难艇的部署 为了测试邮轮的操纵性 他们将手册推进器门打开加到最高速度 一切没有问题后就是最后的内部装潢 他们需要铺设25万米的地板和地毯 价值700万美元的艺术品 必须置于宽敞的公共空间和走廊 船身需要20万升的红黑两色油漆 终于这艘完全完工的玛丽皇后2号再次驶入大海 她就像一位优雅的皇后 开创了远洋邮轮的新时代 好了这就是玛丽皇后2号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您喜欢此类视频 欢迎订阅关注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